哈喽大家好我是NO哥 今天跟大家分享245集的副本 这个副本非常的简单 最重要的是坦克 一开局坦克一定要站在输出门的对立面 就是说上一格 这样子的当王他使用火焰枪喷射的时候 还不会喷到我们的输出 输出的朋友们当你们被火焰枪喷射的时候 也尽量的记得要去移动到安全的区域 坦克第二个重点当王使用强制删除的时候 这个技能算是一拳超人非常的痛 坦克一定要手动的去开盾 如果你的队友或是你的机体不够好的 坦克还是要带减伤的技能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手动开盾 接下来就是这个靶向的清除 这个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脚下有这个红色圈 你就要移动前一格 你只能选择顺时钟移动或者逆时钟移动 千万不能左右来回 这样你就会被火焰给烧死 所以你要嘛顺时钟的移动 要嘛逆时钟的移动 其实它这里会有一个标记在我们玩家的头顶上 基本上它是会锁定在我们的输出或奶妈的头上 如果你是进阶级玩家的 你可以观察到锁定在谁的头上 那你就跟我们的这个玩家走逆方向 如果它走顺时钟的你就走逆时钟 那这样子你就只需要移动一次就好了 不用连续移动三次 但是呢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新手的朋友们呢 就不要偷懒了 那不管是怎样呢你就是顺时钟的移动 只要脚下有小红圈的 你就是移动就好了 三次小红圈之后呢就有一个大红圈 这个大红圈如果说机理不够好的 奶妈是要开这个光明屏障的 接下来就是奶妈的部分 在这个把相清除的最后一下 就是大范围大个红圈的 那基本上大家都会站在一个安全区的地方嘛 这个王呢它会往上喷发一个火箭 然后这火箭呢会往下炸 它要炸之前的你就要开这个光明屏障 但是呢我们的光明屏障呢 它是有四秒的持续时间的 早一点开也OK 大红圈出来之后 你可以大概是一秒或是你马上开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只要那个导弹炸下来之前你有开就OK 那如果说你的队友的机体非常好的 基本上呢你不带这个光明屏障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想要偷懒的 那队友机体呢又不会被这个给炸死的话 基本上你就不带这个光明屏障了 奶妈要带的技能 恢复单补跟光明屏障 如果是光明屏障不需要带的 你可以带一个群补 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输出部分 输出的就非常之简单的 你们只需要走位 打出你们的最高伤害就OK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实战吧 这是王的后面是带了一大瓶的可乐 好首先一开局呢 就是坦克呢先离开我们的输出啊 站到我们的上一格 当王呢使用这个强制删除时候 坦克就需要开盾 那他有一个较进化程式的 会喷一个火焰枪 这个技能非常的眼熟对吧 那基本上大家就不要去站在这个格子圈圈里面 好那我们现在脚下呢是有一个小圈圈的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一直的移动 这个小圈圈呢会跟着他锁定目标的那个人移动 我们只要站在安全的区域就OK了 大圈圈如果说你的机体不够好的 其实你是需要开一个屏障的 基本上呢这就是我们这次副本的一整套的逻辑啦 接下来的后面呢其实就是一直重复 这样的行动就OK了 这个副本里面呢坦克是比较稍微会累一些些的 如果说你们的机体非常好的 基本上你们要用触底流碾压过去 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这次玩是非常的简单 唯一的重点就是这个强制删除 坦克要记得开盾 小红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移动 不能站在这个火焰上面 不然呢一定是灭团的 你一定会死掉 大红圈站在安全的区域就OK了 基本上呢只要不被他的那个火焰枪一直烤到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好所以呢这个副本呢就是那么的简单 非常的轻松啊 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这是王死的时候呢 我们总秒上大概是多少 然后呢需要多少分钟呢去通关啊 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个有人分享说两支输出呢都要70M以上呢 才能把这个王给打死 但是呢因为呢我没有去测试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重要极限 要70M才能过 那第一70M能不能过 这里我就不清楚了 相信呢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的战力基本上都会在1.2M以上 平均来讲呢基本上都是会在1.3啦 那如果是1.3来讲的 在打这个副本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输出应该是够的 我们这一场的输出 大家也是可以参考参考看看 当我们在跑这小圈圈的时候呢 如果说刚刚有火焰枪烧我们的 你们就要尽早的 就是离开那个圈圈啊 就是跑到下一个圈圈那边啊 这个副本呢 禁忌就是你们不要左右来回跑 一定要选一个方向 要嘛就全顺失踪 要嘛就全逆失踪 小圈圈在脚下的一律 全部是移动 这部分呢就会轻松的通关啦 这里呢我们看到呢 我们是4分12秒呢 就把这只王给打死了 这里的总秒伤是184M 给大家参考看看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呢能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